有句话说得好,想要抓住男人的心,就要抓住男人的胃。 当然了,这句话只是一句玩笑,只是客观地说,一个女人一定要有着一定的厨艺,而这三种女人只能够让男人爱到深处,欲罢不能。 一,能够给男人自己空间的女人,既然选择了恋爱,那就一定要选择相信她,总是一直黏着她,不给她一点世人空间的女人,只会让人感到疲劳和厌倦。 给她一些私人的空间,让她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,别太干涉她的人际交往,毕竟她还担负着一个家庭责任。 二,温柔,能够体谅男人的女人,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是喜欢温柔的女人的,一个温柔的女人可以让男人有脾气都发不出来。 男人担负着养家的责任,整天生活在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下,因此女人一定要做好一个闲内住,尽量能够体谅一下她在爱情中的不足。 这会让她更加爱你。 三,勤劳孝顺双方父母的女人。 勤劳的女人可以让男人感到非常舒服,在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后,她回家就能够放松地休息,不用有太多的顾虑。 而孝顺的双方父母则是一个女人必须要具备的品格。 父母把你养大成人,这当中付出的艰辛,不为人父母时很难懂得,连双方父母都不能孝顺的女人,你还能指望她做什么呢? 想要抓住男人的心,不只要抓住男人的胃,做一个懂事的女人,才让男人从心底爱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